每年端午节最热闹的鲤鱼潭会有大家很喜欢看的龙州比赛 不过今年却被当地居民说这真是最冷的端午节了 因为他们已经停止营业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都说不晓得这么清冷的端午节要怎么度过这最寒冷的夏天 铁门拉下,码头停车场被三脚锥围起 街道上冷冷清清只有过往的车辆呼啸而过 以往在端午节总是车水马龙 但是今年的疫情却让鲤鱼潭看不到龙州的景气 一个端午节,所以这个龙州也没有竞赛也没有比 我想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当然我想疫情要赶快结束,赶快过去 再回归到我们过去鲤鱼潭这么风光的一个地方 让游客能够再回到我们鲤鱼潭来观光 那当然我也希望说这个观光我们政府能够可以我们这个业者 这个脚踏船的业者还有是看影业的业者能够可以纾困的一个方案 解决他们的一个生计 空荡荡的台面,艳阳下的环境安静的如意不化 虽然很美丽,但是业者心里却是非常的挣扎 接下来半个月,员工薪水怎么来 对啊,甚至像说端午节的时候,哇,应该是很多人来这边 而且有连假最多人的时候 今年呢? 今年一个人都没有啊,是因为疫情所以都没有来啊 没有游客上门啊 但是都没有收入啊,所以都是希望看里面什么方案啊 什么纾困的方案啊,然后帮助我们一下 这样子啦,就是说,包括我们的游艇业者 包括我们的餐云,餐厅业者这样子 年假的第一天在旅潭风景特定区 未看到游客到访 让当地居民是非常的安心 不会受到疫情的传染 但是在经济压力上却非常的担忧 未来这半个月该如何是好 记者林杰,首邦厢采访报道